他来看到是前立委游盈龙以及简席杰 周日发起了成立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活动 要提供给政府专业民调 并强调这并非任何政党的外围组织 而前国安会秘书长邱一仁 他也前往正台 他还开玩笑的说明知无力可图 还要推动真的是令人钦佩 台湾民意基金会成立茶会 来宾一字排开大合照 前国安会秘书长邱一仁 前监察委员黄黄雄和多位立委都来了 台湾民意基金会是一个非营利 非政府超党派的智库型的公益组织 基金会是超党派 所以绝对不是任何政党的外围组织 发现台湾人民的心声 让政府听见台湾人民的心声 让国际社会充分明白台湾人的心声 是这个基金会的宗旨 基金会的共同发起人 前立委尤英荣和简席街 和友人一同捐出了两百万 作为基金会的创立基金 期盼以每个月一次 针对重大时事和新闻人物的民调 提供给政府作为施政参考 我也表示我的一些敬佩 我知道很多基金会的董事 都是企业界的朋友 我想知道你们曾经做什么 都无利可图 但是基于你们对盈隆的信任 基于你们对这样一个使命的投入 你们愿意出钱出力 来投入这样的工作 我再度表示敬佩 鲜少落面的前国安会秘書长邱毅仁 致玩辞旧匆匆走人 有要接智库执行长吗 谢谢 对这一波内阁人是安排 都在镜子里面找人 你赶快去看里面吧 我不重要 快展离开对新内阁和未来动向 邱毅仁都不愿多谈 但随着520民进党将重返执政 传出可能接下民进党智库新境界文教基金会的 邱毅仁低调倒不行 民事新闻综合报道